我们是去年十月份认识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被她的帅气所吸引 后来相处中 我也觉得她是个特别开朗幽默的人 我很喜欢和她在一起的感觉 但我们交往之后总是分分合合 她总说我强势 以自我为中心 说我像妈一样管着她 让她受不了 可我真没觉得我强势 今年四月份 我们又因为一些小矛盾分手了 分开的这两个月 我心里仍然有她 我很想通过这个节目 挽回我们这段感情 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善22岁 来自黑龙江 个体女嘉宾小谷21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你是来复合的是吧 就是我们两个之前吧 分分合合得有两次了 她就总觉得我性格非常强势 所以她就总是感觉 好像可能看不上我吧 能回忆一下 你们俩第一次分手是因为什么吗 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 她觉得我不是很在乎的 这我说一下吧主持人 这个事呢具体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就是我心情不太好 我去找我几个哥们喝酒 就是我们那边 到冬天 冰特别滑 我坐那个出租车 我跟司机 我俩就是往前开嘛 原地 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接转了一个360度回旋 要不是后面有空的 直接我们这不就撞上了吗 我这边我跟他说 我说我差点被车撞了 他那边还在说 我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太忙了 我今天咋地咋地的 就是我那天 就是自己学校也有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特别闹心 然后我这个人吧 就特别钻牛角尖 什么事可能一想 就容易想不出来 然后我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心情里 就没太注意他的那个语音 然后后来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才问他 然后后来我也反思也跟他道歉了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是一道坎 所以就第一次就因为这个事 就分手了 第一次是我提出来分手 然后他说把微信留着 我说那留着吧 因为我肯定也舍不得 我这人就在练就 这属于就是直接让我俩同为陌生人 我会舍不得 然后那微信留着了 结果有意思地发生了 没过四五天 给我这边给我发出微信 说对不起你对我挺好的 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他 我给你删了 我当机留着我先给他删了 我那次那么说是因为 我看他要跟我分手了 然后我就想用前男友刺激一下他 我看他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非常生气 就会回来质问我说 那个人是谁怎么怎么样呢 结果他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给我删了 完了我还挺生气的 起完之后呢 他都给我删了 我也找不着他 然后我俩后来就没有联系 就是直到后来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我再说一句 哪有这样这样气人的 他到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 咱也不知道吧 他到当时到底什么 因为我也给删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再知道后来事情都已经是两个月之后 而且我至今为止 我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 而且要就算是要气我 可以有一百种方法 为什么要拿这个来气呢 不是都分手了吗 你还气什么呀 对那他说要把微信留着的 然后直接来了这句话 那后来两个人怎么又在一起的呢 就是后来他不是给我删了吗 但是我有他朋友的微信吗 然后就也是打听他的下落 在哪儿 然后在干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他去天津当滑雪教练了 业余的时候还自己直直播发发短视频 后来就在这个短视频APP里面我联系到了他 然后刚开始呢 就在这个APP里面 我俩聊了几句 就觉得还是挺怀旧挺念好的 然后就又把微信加回来了 加回来之后聊着聊着 还是感觉非常不错 就我俩就后来又和好 但是谁知道 转折点又来了 谁知道 谁知道 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回事 就是后来吧 我俩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 出去合租 合租在一块吧 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细节 这些细节吧 就会打败爱情 好比是什么呢 就是没合租之前 他跟我商量个事 以后我做饭 然后他把其余全包了 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我从不会做饭 我去学 学完之后我给他做 过了一段时间 他要去学做饭 我去教他办 然后做了几天 他开始就是 以什么样语气说呢 就是我今天我做饭了 那你就必须去说完 我这个人吧 你可以就是商量着来 你是顺毛驴 差不多 我这个人吧 他是一个随性的人 老强制我 说实话 我也是个人的 他说 没错 你不拿我当时看就不行了 那哪行啊 没毛病 是这样吧 我是因为他每次都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 这个事你去干 你从来都不会主动 给自己帮我分担一下 这个家务 自己去干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我时间久了 就耐心就磨眉了 所以不可能每次态度 都特别和蔼可亲 说哎 能不能把这个帮我干了 什么的 他就只看到我 硬气的那一面 没看到我 说好话的那一面 我希望啥好 就是两人在一块 你就应该就是 咱俩彼此 寄举对方这个甜甜的 就是这种感觉 我没必要找一个妈呀 天天管着我 这干啥吗 这是 而且不只是这种 这一件事 他还不少给我定规矩 必须我得十点半之前 我就得回去 还有一次给我锁外子了 我没招了 我不能跟我哥们啥说 我回不去了 我自己偷门 自己一个包袖去了 上碗去了 没招呢 我那么做 不是因为你之前 总是一出去就 特别忘我 忘了时间了 然后回来那么晚 那你想啊 咱们两个既然 现在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你晚上不回来 我心里肯定不踏实 我不踏实 我就睡不着 我这么做 一是为了给你一个下马尾 让你长记性 以后早点回来 二是也是为了我自己 让我就是 心理上能过得去一点 所以我才这么做的呀 我能问一句吗 您说主事 您说 你跟他谈恋爱踏实吗 心理 放心吗 不怎么踏实 他之前 就是直播嘛 然后直播间里面 就总有异性 跟他唠嗑聊天 但是一开始 我觉得可能这是工作 为了挣钱 没办法推脱 但是后来那些女生 就是挺不自觉的 然后就想 加他私信 他就真的加了 所以我要问的 其实就是核心嘛 这个关系里面 是有一些核心的 强势也好 为什么谁要话语权 他一定有一些核心的东西 你接受一个女人 不信任你吗 我不接受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应该互相信任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连最基础的信任 都没有 那在一块干什么呀 那为什么看你手机 就是不信任呢 你要是想看 我可以双手给你盛上 你为什么要偷看呢 每次都偷看呢 我如果跟你说出来的话 这个说出来的 这一刹那 就已经破坏 咱们两个的感情了 如果能 悄无声息的 我就 放心了 我不就不用说破了吗 所以女生这次来 要求复合 是为什么呢 我这个人吧 比较 研究他人的好 我不像他一样 总是看到 我的不好 我总会看到 他的好 为什么每次 说你好的时候 总要踩他不好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看你的语言描述啊 你说我是个念旧的人 就好了吗 为什么非说 我是一念旧的人 我会念着别人的好 不像他呀 都是踩着别人 这什么一个表输方式 我搞不清楚 他不是总 总觉得我不好吗 你要跟他对上啊 他总看到我的不好 他就 不想想我的好吗 但是反正 我是总 总看到你的好 所以我就 想复合 因为他还是挺专一的 说实话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问题 拿出来 正常我去跟他 就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 假如十句话 他八句话再说 假如我举出 说你这件事办得不对 他顺眼打仨打回去了 或者就是压根 没把我当回事 我今天我拿出来 我还是依旧心里 有点这个侥幸 我现在他能改过来 我把这些问题拿出来 我希望他能认识到 我想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较劲较真呢 没有一件大事啊 你听我说啊主持人 我是觉得呢 两个人在一起吧 就应该互相在乎 我因为在乎他 所以我在乎这些细节 我在乎他 我才想把这些细节 就是变得更好 可是人生就是一堆遗憾啊 细节就是处处破败啊 这就是现实啊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爱上你的想法 去打造一个你想要的人 那是你的想法 那我只不 恋爱当中 恋爱当中不是应该两个人吗 而不是一个人的恋爱吗 对啊 你这个让我感觉 特别像一个人的恋爱 就是我可以懂你一部分 但是我不可能全懂你 这个你理解吗 啊 这个我理解 就是任何一个人 我跟你再近再默契 我默契的只是我们默契的那一部分 总有一些别人的空间 那个东西是你看不上的 不不不不 我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 啊 爱玩一些 然后我希望我俩就是一起 每天开心快乐 啊 这样就好 因为我俩真没有 没有痛苦 从哪里有开心和快乐呢 兄弟 痛苦完全可以放弃 忘记 没有过 不要想那些痛苦 不是 那还是有啊 所以如果没有那些体验 怎么会有快乐的体验 所以要把他们抹去吗 生活是无法被你抹去的 游戏可以抹去 生活不能抹去 可以抹去 怎么抹去 选择忘掉啊 对啊 选择忘掉有时间和过程啊 就这么简单啊 我为什么说 现在好多女生 把这样的这个小哥哥都惯坏了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碰到了一个理想主义男孩 我要什么都是好的 完美的 快乐的 细节是一定要能让我满意的 这种女生太难找了 郭主持人 我说句实话啊 您说 你现在就是理解我的方言 完全是错误的 我希望找到另一半 就是不要相当于 我给自己再找个妈 我不想要这样 懂 我想找的是能一起玩到一块去 这样是最好的 行我懂了 这人很难找啊 我只是给你补充了一下 大方向找得到 完全契合就很难 来一起进入秋笔特分卷 女生男生说你很强势 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有一点点 你认为男生强势吗 他应该不强势吧 因为他从来没有特别要求 特别要求 他和赵川老师的最后一段对话 让我看到了他不露痕迹的强势 当然有一点他说的很对 男生已经快被车撞了 你再累也会被惊醒 结果你让他的心很凉 刚才男生说到了强势 做生意可以强强联合 但是爱情强强 有时候很容易相损 在初恋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都是对方的好 但是你们两个人很显然 一旦发生这样的矛盾 甚至争吵的时候 是互不相让 爱情它关键 是宽容才能从容 你们少了宽容 也少了从容 从第一次分手 到第二次又复合 看时你们是放不下对方 我更多的看到的 是在你们分手以后 这样的一个空窗期 你们没有遇上合适的而已 所以想想 还是和他继续吧 特别是女生 这个男生你说的对 招花引蝶是必然的 他长得太帅气 从你们第二次分手以后 你就不应该有第三次的 求复合 你说的对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 有时候我们失去 它同样是一种收获 你们从这一段恋情当中 可以收获很多 既然已经放下了 那何必再求拿起呢 我可以武断的说一句话 即便你们今天又复合了 你们今后还会有习惯性的分手 袁老师啊 有一句话我不同意啊 你看 这个男生帅是帅 但他也没帅到那种地步 是吧 对吧 然后尤其是站在我们这姑娘对面的话 我觉得没有那么耀眼 因为姑娘也挺漂亮的 这俩人呢 刚才说都强势啊 我觉得正好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俩人都不强势 这女孩表现的强势是因为她不安 这男 好 Push 我软 start 软 reach 一声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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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ve found, my mind overwhelms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know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some days I feel far more worthless Baby,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If I still am, you have purpose It's all worth it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好难的,好难啊 所以要努力嘛 24小时的体力